各位我又回來了 這個BSDTW和Cassington Work的兩個議程會不停的交錯 絕對不是不一樣啊 那這一節的話 首先感謝各位參與由BSDTW和信孟貓所一起舉辦這個社舉委的議程 那這一節議程是由 Sharkai Wang主講 題目為 Instruction Scheduling in LLVM 那 Sharkai Wang在2010年的時候替Andex Core做 Archive Debugger 同時也是OpenOCD當中這個Andex Architecture的貢獻者 2013年開始在聯發科工作 開發內部所使用的輸作工具 而且協助使用GDP、OpenOCD等來建設他們的開發環境 2017年開始加入Andex Technology 開發Risk by LLVM Compiler 研究LLVM所產生的Debug Info 以及Andex設計的Risk by Microarchitecture的Instrruction Scheduling 來寫著作Compiler的Altimization 那麼接下來我們把時間交給小朋友王 大家好 我是Shan Ka 然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在LVM裡面 Instrruction Scheduling的始作 那我是我目前在Andex Technology工作 那目前公司就難得上台嘛 那就幫公司工上一下 就是目前也在增Compiler Engineer 那如果說你對於Back End有興趣 就是Compiler Back End有興趣 然後對Risk by LLVM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私下跟我們聯絡 然後我們再來介紹我們的天理給Lens這樣子 那今天的記憶體呢 主要分四個部分 那第一個部分會先簡單介紹一下 什麼是Instrruction Scheduling 那第二個部分是介紹 LVM裡面有哪些Scheduling可以使用 那第三個部分會進到 假設你有一個新的Architecture 新的Processor 你要怎麼樣去Model你的Pipeline 那第四個部分是 假設LVM提供的描述的方式 但是不足以使用的時候 你要怎麼樣去客製化你的Schedule 那今天的議題呢 就是 假設就是 聽眾對於Architecture 有一些基本的概念跟認識 所以對於Pipeline的概念 就不會多加解釋這樣子 就是有一些先輩子是 你必須先擁有的 那首先介紹 什麼是Intrruction Scheduling 那Intrruction Scheduling 你可以把它想成 它是一種optimilation的一種手段 那它的前提是說 它認為說 在一個Processor裡面 不同的指令 它會有不同的長度去完成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底下 假設我們去 重新排列這些指令的順序的話 是不是有可能會得到 比較好的效能 所以Intrruction Scheduling 它主要就是在 去安排你的Intrruction的順序 得到一個 比較好的效能的一個過程 那我們直接來看一個例子 假設說我們 左上角這邊有一個 簡短的程式片段 那這個片段呢 就是 我們可以看到它 不停的從Mari裡面 獨直出來 然後做一些加法 做一些稱法 然後再把運算的結果 存回Mari裡面 然後假設呢 有一個虛擬的一個Processor 它這個LowStore指令 它需要三個cycle的時間 可以完成 那它加法的話 需要一個cycle的時間 那它乘法的話 需要兩個cycle的時間 那我們就可以根據這個資訊 去試著計算 這一段程式嘛 大概會需要 多少cycle的時間 可以完成 那怎麼計算呢 我們假設第一道指令 是第一個cycle開始做 那譬如說 以這個 A跟B 這兩道指令來看的話 第一道指令從第一個cycle開始做 那第一道指令是把 紙從Mari讀出來 放到S5裡面 那第二道指令 是把S5跟S5相加 再存到S5裡面 那 所以我們知道 第二道指令的 Input 就是它的 它要讀S5這件事情 它需要 Depend on 上一道指令的Output 就是它必須要先把它 讀出來 Ready好之後 才可以做加法的動作 那我們也知道說 Low指令在這個 Farsession裡面 它需要三個cycle的時間 所以變成說 第一道指令 執行完之後 它要等三個cycle 一直到第四個cycle 它才可以執行 加法的動作 那依照這樣子的 邏輯呢 就可以去得到 可能 括號裡面 所有cycle的數量 就是每一個指令 什麼時候會開始做 那什麼時候做完 這樣子 那 依照這樣的排列的話 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這一段程式嘛 它需要 22個cycle才可以做完 那 問題就來了 就是說 我們有沒有機會可以 重排這些指令 得到比較好的效能 那 重排的話 並不是所有的指令 都可以任意的排列 那譬如說 我們舉 A跟B這兩個指令 來看好了 B這個指令是ADD 那 ADD可不可以放到 Low的之前呢 是不行的 因為它需要 等Low的指令 讀完資料之後 它才可以做加法動 所以它 在安排的時候 它有一些 限制在 那 在intructional scheduling裡面 它就會把這些限制呢 把它Model成一個 Graph的形狀 那 就是 以這個例子來看 你就可以得到 右邊這個圖 這個圖 那 就是 假設 有兩個指令之間 有dependency的話 那就會加一個ADD在上面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說 在這個圖裡面 哪些指令是可以拿來排的 哪些指令是需要等 別人先做完才可以排的 譬如說 以這個例子來看的話 就是A C D G 這四個指令是可以拿來排的 因為這四個指令是沒有 相依於任何的指令 所以它是優先考慮的 那如果B的話呢 B的話就是要先等B跟C做完 才可以拿來排 那基本上 這就是一個 大致上的概念是這樣子 那 另一個問題是說 好 假設我現在有 A C E G 這四個指令可以拿來排 那我要挑哪一個 哪一個才是最好的選擇 那這就是 困難的地方 那 這邊呢 我們 假設我們用 Latency這個屬性 來決定說 我們要怎麼樣排 改列這個指令的順序 那Latency要怎麼算呢 Latency的話 因為我們知道 每一道指令 它需要花多少cycle 然後我們又有 所有指令指令的相依的關係 所以我們就可以從最底下 開始往上掃 譬如說 I這個指令 I這個指令它是Store指令 所以它需要三個cycle 所以它就有三 三的Latency在 就是你要把這個指令做完 至少需要三個cycle 然後I呢 dependent on H 那H是 懲罰指令 那懲罰它需要兩個cycle 所以你就可以往上加 變成 它從H 執行到I 做完需要五個cycle的時間 那我們就可以往上加 累加上去 所以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假設我們從A開始執行的話 從A到I的話 至少需要十三個cycle的時間 才可以把這個事情做完 那我們就可以在這個Graph裡面得到所有 所有點的Latency 那在挑Node的時候 我們可以用這個Latency的這個屬性 來去當作 挑選的依據 然後去排列這個指令的順序 那譬如說 A C E G 那A是十三個cycle 那我們希望說 我花比較多時間的先排 所以就先把A排進去 然後再來排C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 B跟E 它同樣都有十個cycle 那這時候就是 又有一個決策 就是說你要挑E還是挑B 那通常在intention scheduling 它不會只有一個屬性 去決定它的順序 就是說假設你 某一個屬性一樣的話 它會再看其他屬性 是不是有比較好的選擇 那這邊假設我們挑E好了 那往下跳的話 就可以得到這個順序 然後依照這個順序 再把指令從排過 我們就可以得到下面這個結果 然後我們可以看說 好 前三道指令是RODE 那 第一道指令是RODE RODE完之後 第二道指令也是RODE 那第二道指令呢 跟第一道指令 並沒有相依關係 就是它的資料 並沒有相依關係 所以其實它可以在第二個cycle 就開始執行 然後 一直到 第四個cycle是AD 那我們剛剛看到說 這個AD跟第一個RODE有相依關係 可是 因為在第四個cycle的時候 RODE已經做完了 就是第一個RODE已經做完了 所以第四個cycle的時候 它也可以順利執行AD這個指令 所以剛剛本來 1跟4之間空了兩個cycle 沒有做事情 在這邊就把它填滿了 所以它變成說 它對於Processor的利用就更加有效率 那 整個排下來之後 我們可以看到說 它只需要花13個cycle就可以做完了 那 跟原本比起來 22個cycle 在整個效能上 大概提升了40%的效能 所以 你仔細的去安排 就是安排指令的順序的話 對於效能的提升是非常的幫助 那以上就是 大致上就是 Intraction Scheduling的介紹 那基本上它的做法就是 根據你的程式去建立出一個 相應的一個grave 然後在這個grave上面 計算某一些屬性 然後根據這些屬性去挑選 你想要挑選的指令 這樣子去安排你的指令 那接下來 我們就回到LVM上面 那LVM 有哪些schedule可以用 那它到底是在什麼時候發生作用 那 這個圖呢 我們分三個部分來看 第一個部分呢 是 綠色的部分 綠色的部分就是 想要表達的是說 Intraction Scheduling會在哪些階段發生 那 底下 紫色的部分呢 是 Function Path 就是有哪些path 會觸發這個 Intraction Scheduling 然後上面的部分 是schedule的 class hierarchy 這樣子 那 先看綠色的部分 就是 Intraction Scheduling 會在哪些階段發生 第一個 第一個發生的情況呢 是在 Intraction Selection的時候 就是 我們知道LVM 它 有各種 不同階段的 IR 就是不同的 中介表示法 那 一開始的時候 它會用 DAG的方式去表示 它的中介表示 那 DAG它是一種 圖形化的 表示方式 那在經過 Intraction Scheduling 應該說 Intraction Selection 就是把這個 DAG圖形化的 中介表示方式 轉成List 為Base的 中介表示方式 所以它會從 DAG的表示法 變成是 MI的表示法 那 這個 Selection 的這個階段 必須要有 Scheduler 因為它是一個 從圖形化 轉成 順序 就是List 方式的一個 表示法 所以它至少 至少必須要有 Topological Sort 那 可是LVN 它不是只有 做Topological Sort 它還有 加一些 不同的Huristic 去決定說 你要怎麼樣 從這個 Graph轉成一個List 那 它有一個 參數叫做 Pre-Ra Schedule 等於什麼東西的 這個參數 那就是讓你 決定不同的Huristic 去 看你 這個程式 用哪一種Huristic 效果怎麼樣 這樣子 可以讓你選擇 那這是第一個 發生Schedule的情況 那第二個呢 是 Rage Allocation之前 那第三個是 Rage Allocation之後 那我們可以看到底下 就是 嗯 你穿圈Selection 這邊呢 就是Selection dhg 來選擇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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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nction де 它會去互叫 那如果說你的Target他想要用Post Machine Schedule的話 你需要在TargetConfig這邊去決定說你要把它取代掉 就是最底下那個TargetPathConfig,SubstitutePath那個地方 就是你要手動把它取代掉,它才會是用Post Machine Schedule 然後 後面這個Clase就放在Path裡面,我括號起來 它括號裡面是Schedule的Clase,就是 譬如說Pre-RA,Pre-RA它是Machine Schedule 那它會用到的是ScheduleDHMILIVE這個Clase 那如果是RA之後的話,譬如說Post RA Schedule的話 它用的是SchedulePostRATDList這個Clase 然後這三個Path都有各自的Option可以把它做開或做關 那我都有例外在上面,譬如說Machine Schedule的話 它就是Enable MI Schedule 你就可以決定說你要開或關這個Path這樣子 然後另外可以看到說我在每個Clase旁邊 我都有標一個數字,就是2008或2013或2012這些 那這個東西是這個始作引進LVM的年份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2008年的時候 就是它的Scheduling是非常的粗淺的 就是它只有做Instruction Selection那邊有一個Schedule 然後另外就是Post RA那邊有一個Schedule 就是SchedulePost RATDList那一個Clase這樣子 那到2012到2013年的時候呢 就是SchedulePost在LVM裡面 它有一個比較大的變動 就是它增加一個新的描述的方式 然後有新的始作的方法這樣子 那目前DFOR都是用舊的 就是假設你都沒有做任何Config的話 都是用2008年的那一套始作方法去做 所以它有2VM的Target有特別的設定這樣子 那上面的話就是Schedule的Hierarchy 那目前LVM裡面它的始作就是有這些Schedule 大致上有這些Schedule 那我們先看最上面那個ScheduleDH 就是所有的Schedule都是 都是繼承自於這個ScheduleDH 那我們可以看到它ScheduleDH下來之後 它分成兩大類 一種是ScheduleDH-SDNode 左邊這邊 然後跟右邊的ScheduleDH-IN-S-T-R-S 那我們看名字就可以知道說 ScheduleDH-SDNode 它就是For 這個IntrusionSelection用的 因為它的Input就是SDNode 那SDNode就是DAG上面的節點 那右邊ScheduleDH-IN-S-T-R-S 就是ForMI用的 大致上分這兩類 那ScheduleDH-IN-S-T-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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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種Model的方式 也都有相對應的 option可以開關 我列在後面 然後 講到 2012年有新的實作一個叫ScheduleDHMI的東西 ScheduleDHMI 它提供一個比較完整的實作 就是它能夠讓你的target有更多的彈性去構築你的Schedule 譬如說以前的實作是最右邊這個SchedulePostRA TDDList 它沒有任何的機會可以讓你去決定說你要怎麼樣去挑Node 可是呢如果新的實作它有一個叫Strategy的東西 那這個Strategy呢可以讓你的target自己去實作你的Strategy 那這個Strategy呢就是決定說當你有多個Node要tell的時候 你要怎麼樣挑這個Node 你可以實作自己的演算法在上面 但是舊的實作就沒有這樣子Hook可以讓你使用 然後另外就是ScheduleDHMI跟ScheduleDHMI-LIFE的話 它的差別是說ScheduleDHMI-LIFE就最底下這個 它有記錄一些LiveInterval的資訊跟Regular Purge的資訊 所以它是用在Regular Occasion之前 那如果Regular Occasion之後呢就是用中間那個ScheduleDHMI就可以了 那基本上呢就是Schedule就分這幾大類 那我覺得就是一開始在接觸LVN的時候 就是看到它之後你會發現 怎麼會有這麼多Schedule 然後會不是很清楚說到底這些Schedule的差別是什麼 什麼時候會被使用到 那我覺得就是這個圖整理出來的話就是可以給大家參考 就是假設你之後有機會需要接觸到這個東西的話 你就大概知道說什麼 什麼樣的角色什麼樣的ScheduleDHMI會用到什麼東西這樣子 然後接下來我們再回頭看那個Data Depends in Grave 就是在LVN裡面Data Depends in Grave的一些細節 剛剛有講到就是我們會對程式的片段產生一個Grave 那這個Grave我們一般叫做Data Depends in Grave 那我們剛剛只提到Data之間的相應性 可是Data並不是只有Define跟Use的相應性而已 它還有其他不同的關係 比如說以這個圖來看的話 A跟D之間它有一個叫Output的Dependency 那我們可以看到A跟D的指定的話 就是它都Define了X10這個Ragget 所以這兩個指定其實也是不能夠任意對調的 你如果把D放到A前面的話 它的語域就變得不一樣了 所以它有一種叫做Output的Dependency 然後另外有一種叫Anti-Dependency 譬如說C跟D好了 C跟D它的X C是使用X當作SSMarie的一個Ragget 然後D的話呢 是把這個Ragget拿來做Addi的一個存取的位置 也就是說先讀後寫 那一樣這兩個指定是不能夠對調的 你如果對調的話 那個讀的指定就 它語域就變得不一樣了 所以就是有各式各樣不同的裡面 它都需要Model在這個Grave裡面 然後最後就是LVN它是會把一個Block 切成一個一個Region 那每一個Region它會有一個Boundary 譬如說以這個例子的話 ABCDE 第五道指定就是它的Boundary 那Boundary是不參與Scheduling的 所以咧 它就是假設你跟這個Boundary有關係的話 它會有一個Artificial 就是D跟E之間它就會有一個Artificial Dependency 然後另外呢就是假設你有LawStore指定好了 那LawStore指定呢 譬如說這個例子來看的話 A跟B A是Store一個值Domary裡面 然後B是把值Law出來 那可是A它是把值LawStore進X27加12的位置 然後B是把X9加0的位置讀出來 可是Compiler其實不知道說 你X27加12跟X9加0 它是不是在同一個位置上面 所以它就會假設說 好它可能會X到同一塊Memory 就是aliasing的問題 那如果有這種情況的話 就會加一個每AliasMemory的Dependency 在這個Graph上面 然後就是根據各種情況 把所有的Contraint 交到這個DiDependencyGraph上面 然後接下來就是去算這個Graph上面的一些屬性 那以LawStore來講的話 我們要怎麼樣去得到說 在LVN裡面怎麼樣去得到這個LawStore 那這個就跟你的Pipeline有關 就是這關你怎麼樣去描述你的PipelineModel有關係 那LVN裡面它是用一個叫做TuckyDiscretion的方式去描述這個PipelineModel 那在Model這個Pipeline的這方面 你要分兩個部分來看 第一個部分是Architecture Level的描述 然後第二個部分是Processor Level的描述 也就是說你不同Architecture底下 你可能會有始作不同的Processor 那你要分這兩個層面去看這個事情這樣子 那以Architecture Level的描述 我們來看的話就是你要針對這個Architecture去定義出 你各個指令的operant 就是它assessed到的一些operant的schedule的種類 因為LVN的schedule它的Model 它是根據operant去描述的 就是它是根據operant的input跟output的時間點去描述的 所以你要去定義所有operant的種類 那這種類一般會寫在那個targetschedule.td這個file裡面 然後接下來你要去把你定義出來的這些種類呢 跟你定義的instruction的關聯在一起 那通常你描述intruction它會放在targetintructioninfo.td裡面 所以你要在這裡面去把你剛剛定義出來的這些分類呢 apply到這個intruction上面 那這是Architecture Level的描述 那通常一個Architecture它的指令機就是固定的嘛 那可是你的processor的實作有可能有不同的pipeline的實作 所以你又要針對你各個processor去描述你pipeline的細節 那pipeline細節的話通常是放在targetschedule 然後後面是processor的名字.td裡面 那你就是把各個pipeline的資訊就是詳細描述在 跟這個剛剛你分類的 你剛剛建立的這個分類做描述這樣子 然後這個是targetdepression裡面class的關係圖 那我們只簡單看一下就好 就是我用虛線畫出來那它有分三個層面來看 第一個層面是去描述intruction 那intruction它就會繼承一個叫做sched的class 就是左上角那個class 那這個class它會有一個屬性是list of schedule rewrite 就是它會是schedule rewrite這個class的一個list 它會存在這樣子的一個屬性在 那我們等一下會看說這個東西怎麼用 然後第二個level 就是你要去針對你的architect去做描述 那我剛剛說對它的operant做分類 那假如是define的operant 然後接下來就是看最左下角跟最右下角的 有個read advance跟write resource 那這兩個class就是把你剛剛描述的這個operant的種類 跟你的latency或cycle的屬性結合在一起這樣子 那我們先看這些就可以了 那直接看例子 就是假設說你的architecture有兩種指令 一種是alu指令 一種是mul指令 就是一個是可能加法、減法這些 然後有另外一種是mul乘法指令 那你把它當作是不同的intruction的class 那自然就會有input跟output 所以你可能會定義一個aluout跟aluin的種類 然後還有mulout跟mulin的種類 那aluout的話 它是屬於output 所以它就是schedule write 那aluin是input 就是schedule read 那你就先定義好這些 就是operant的 你會用到scheduling的種類 然後定義完之後 我們剛剛講到說 所有的指令它都會繼承自一個sched 這個class 就是最下面這個 aluri它是一個描述指令的一個class 然後你除了描述這個指令之外 你要再多繼承一個sched的class 去描述它這個指令的schedule information 那剛剛有講到說sched它會有個屬性是 它是個list ofschedule rewrite 譬如說我們看到它就是aluout跟aluin 那這個它就是對應到你的output跟你的input 就是 這邊 應該說aluri這個class 它有一個output 有一個input 所以就是對應到schedule提供的資訊aluout跟aluin的class 這樣子 那你就可以把這個intruction跟你schedule的資訊 連結在一起 這個是archature-label的描述 接下來就是processor這方面的描述 那processor的話 你就是要用write-res跟read-events 這兩個class去描述 那這兩個class它就會描述說 你剛剛定義出來的這些schedule 你的category的latency是什麼 然後cycle是什麼 例如說我們看到aluout的話 我們看aluout 就是第二個框框裡面的aluout 它最後會描述說它的latency是兩個cycle 那這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例如說下面這個圖 下面是一個簡單的pipeline的圖 那alu指令的話它可能會在 第一個cycle是issue 第二個cycle是做alu的operation 那它會在第二個cycle alu的operation做完之後 它的output就ready了 所以你可以寫說它經過兩個cycle之後 就是它的latency2 經過兩個cycle之後 它的output就算好了 那mdu的話 就是乘法mul這個指定的話 它經過issue之後 它需要到最後面 它才會得到最後的結果 所以你可以說 對乘法來講 它需要四個cycle的時間 它output才會被算出來 所以根據這個pipeline的資訊 你就可以去填說 aluout the right is the latence is 2 那mulout the latence is 4 這樣子 那read advance是什麼意思 read advance就是說 你什麼時候你的input 會需要用到 那以這個例子來看的話 就是不管是alu 或者是乘法 它都是第一個cycle之後 它還需要用到這個指令 所以就是填移就可以了 那這個東西怎麼樣 實際上用到 那個 dial dependency grave上面 我們看 假設 左邊這個小例子 就是 有一個乘法跟一個加法 A跟B 這兩道指令 乘法的話 會把結果放到R3 然後加法 它需要從R3賭出來 所以它有一個dependence在 那我們怎麼樣去算說 這個dependence 它的latence 是多少 它就是參考到 你去描述的 這個quassets的pipeline model 去計算它的latence 它怎麼算呢 它就是算 你define的指令的latence 再減掉use指令的read advance 就會是它這個age的latence 那以這個例子來看的話 就是mul 是define的指令 所以它define的指令 它會去查說 它的latence是四個cycle 然後add 是use的指令 那它就會查說 use的指令的read advance 是一個cycle 所以它就會把它相減 就是4-1 就得到3 它就會把3 當作它的latence 這樣子 那以pipeline來看的話 我們看左下角這個圖的話 就是t0的時候 它是issue 懲罰指令 那t1的時候 它issue add指令 可是t2的時候 因為add它需要 懲罰的資料 所以它就變成不能執行了 一直到三個cycle之後 就是t4 它才可以執行add這個指令 那 那個底下虛線的部分 就是懲罰的結果 它可以 forwarding到add的指令前面 也就是說add它的input 它不需要再從issue的那個stage去讀到了 它可以直接從alu前面那個cycle去讀到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它是4-1的一個效果這樣子 那上面就講完說整個lbm它怎麼樣去model它的dipend grave 跟怎麼樣在dipend grave上面去計算latency的所需要的東西這樣子 那有這些東西之後 你的dipend grave 建好了 你的資訊也都算好了 那接下來就是怎麼樣去挑你的node 那lbm裡面呢 它就是有一個叫做tri candidate的實作 那它有這些屬性可以去挑 就是不只是latency 它還有其他一些指標 可以去決定說 你的假設你有多個點可以挑的時候 你要怎麼去挑這些東西這樣子 那最後面呢就是要講說 你要怎麼樣客製化你的schedule 就是剛剛你講到 我們會用target discretion 這個東西去描述你的pipeline 但是有可能說 它提供的這個描述語言是不夠用的 就是你的attature 或你的parsector 可能有一些特殊的行為 是沒辦法用這些target discretion的語言去描述出來 那你要怎麼辦 那在新的實作裡面 它有提供幾個方式讓你去客製化你的schedule 第一個方式是去定義你的policy 那等一下會講什麼是policy 然後第二個方式是定義你自己的strategies 那簡單講 strategies就是它把pick note 就是挑這個點的這個演算法 把它放到strategies裡面 所以你可以去繼承這個generic的strategies 然後去實作自己的strategies 那第三個方法是去改變DHG的dependence 那我們剛剛講到說 在schedule之前它會去建出一個data-dependent grave 然後它會去上面算latency等等的資訊 可是LVN它在這邊提供一個機會讓你再去修改 你算出來的data-dependent grave 就是你可以在上面再做一些額外的操作 那第一個就是你去overrideschedule policy 那所謂的policy就是說 你要怎麼樣去 應該說 你穿著schedule的演算法 它有一些參數可以去控制這個schedule的行為 比如說你要不要去track你的regulate pressure 你要不要去估計regulate pressure這件事情 是可以開可以關的 那譬如說你要top down來掃 還是button up來掃 這也是可以決定的 或是你要擺的兩個方向一起掃 這都是演算法可以讓你控制的一些屬性 那你可以根據你的RH的特性去決定說 你可能default的屬性是你不要的 那你就去override default的行為 那你就可以得到你自己的policy這樣子 這是第一個方法 那第二個方法是去繼承這個strategy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其他class的關係是machine schedule strategy 然後一直繼承到最後一個generic schedule 那其他本身是一個strategy的class 那我們可以去繼承它 然後去實作這個pick node的function 那這個pick node它就會去決定說 你要去選哪個node 當作你下一個要挑的指定 那你可以實作你的 curate幾個abrient 實作完之後再呼加generic schedule的pick node 那你這樣就可以有自己的方法 然後如果你的方法挑不到的話 你再用generic的方法這樣子 然後第三個方法是DAG mutation DAG mutation就是 你下面這個圖來看好了 就是假設我們有左邊這個abcd 的bea dependency grave好了 那假設我們先挑a 就是a是沒有dependence 我們先挑a a挑完之後就只有b跟c可以挑嘛對不對 那我們可以挑b也可以挑c 可是可能有些情況底下 你希望a跟b它是排在一起的 那如果說你都沒有任何限制的話 就變成說它有可能挑acbd也有可能挑abcd 所以你就沒辦法保證說a跟b是被挑在一起的 那這些限制可能在DAG dependency上面是看不出來的 那這時候怎麼辦 你就可以加一個自己的mutation 就是你可以在你的想要控制的情況底下 譬如說以這個圖來看的話 你可以在b跟c之間加一個dependence 這樣子的話你挑完a之後 你只能夠調b不能夠調c 因為cdependent on b 那你就可以確保說a跟b會被排在一起 這樣子 那就是有些特殊的情況 你就可以再去修改你的DAG dependency grave這樣子 那這邊就是講說怎麼樣去修改這個東西 那首先你就是要先繼承schedule DAG mutation 然後去實作apply這個function 然後實作完之後勒 就是你要看一下 你要自己要create自己的 最底下這個自己要create自己的machine schedule 然後create完之後你再去add mutation 就是自己去呼叫add mutation 把你這個客製化的mutation加進去 這樣子 那就會有新的mutation 那以上就是今天想要跟你們分享的內容 那你們可以參考就是engineer compiler這本教課書的內容 然後或者是2017年的LVM的development meeting 這邊有個演講叫做writinggrade machine schedule 它是ARM的工程師分享的一個影片 那我覺得你們講的還蠻詳細的 就是還不錯 那你們有時間的話也可以拿來看一下 這樣子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內容這樣子 好那我們對你掌聲謝謝 今天如果有人有問題想要發問的嗎 等一下你們要問一下 你們要問一下是 立延期的管理 那種說它是個固定的 然後它 固定的結合會是下一個 然後如果是重疾 然後是下一個 然後你做了什麼 LVN 現在的 Schedules 是非常的應該說 比較陽春一點 它只有針對單一個 Basic區裡面的指名去描述 所以他不會有 Loop 的情況 他只考慮一個 Basic區 問問問價絕對 Syndicate also 有沒有能夠存在 elle 在一起 為什麼狀況會這樣子? 我們的Attachia,就是RissFile來講的話是沒有啦 就是在ARM分享的這個影片裡面 它其實是說ARM的可能某兩道指令 就是Hawaii上特殊的設計 它排在一起的效果 排在一起的效能會比較好 排在一起分開的效能會比較好 所以它就會試著去讓它排在一起這樣子 這邊有寫到AD要排在一起的效能嗎? 你說AD要排在一起的效能 你要實作在apply裡面 就是它有個apply function 那你要去scan你的 它input的是 就是你要去scan你的DHG的 這個graph的內容 然後去決定哪些點要加constraint 這樣子 請問還有其他問題想要提轉buffer嗎? 因為它秒數那個 你要寫buffer size buffer size那個是 因為這個頭裡面的例子都是 都是inorder的processor 但是假設你是outroorder的話 outroorder的processor它會有個叫relovation buffer的東西 對 那這buff size就是鳥數那個relovation buffer的大小 那這buff size就是鳥數那個relovation buffer的大小 可以有嗎? 有問題嗎? 我想請問一下 就是像那個 剛剛我們拍你剛開始的scedule的時候 有時候是那個 它可以知道每個 一直插選的cycle 嗯 所以意思是說 就是compile出來 你有沒有辦法就是 得清整個程式的cycle 是會把多少 每樣實力化的 有這種結果嗎? 你說static的結果嗎? 對對對 它好像有一個工具可以去 就是它這個東西它不是寫在 表面裡面 它好像有一個工具可以去 看你schedule之後 你的pipeline 你排出來的結果是怎麼樣 但是那個工具我沒有 研究過 對 但應該是可以預估的 就是說 你有pipeline的資訊之後 然後你可以 看你的 排出來的結果去 估計說 你這段程式碼 大概會需要多少個cycle 應該是可以估計出來的 應該是可以估計出來的 現在的話 現在的話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目前的話 就是 scheduleddhsdnode 左邊那個 就是for dhgraph的這個 它只有 吃itinary model 或者是unit latence 就是說 假設你沒有提供itinary model的話 它假設你所有的dependent之間 都只有一個latency 那 如果是scheduleddhnsdr的話 右邊那個的話 它是兩個model都吃 對 但是它 應該說 它 default的指示 還是iterian model 就是說 即使你兩個都實作了 那你最後 你會吃到的是 iterian model的 描述方法 你不會吃到第二個 除非你去用option去控制它 你送到哪個出來 才出來 我們有試著 兩個都實作過 然後 我們發現 iterian model 並沒有比較好 對 應該說有好有換 因為hbac出來的話 你不會只有一個case 就是有的case好 有的case不好 這樣子 就是 all of order 發覆的 是有什麼 發覆的 你說all of order 應該是 all of order all of order all of order 應該跟 跟這個沒關係 對 因為 因為這個東西 pipeline model 主要是拿來算你的latency 對 你的bac點的grave 你還是要算 你的latency還是要算 對不對 那你最後要怎麼排 對 應該跟 怎麼算latency 應該沒關係才對 這個 之後可以再討論 沒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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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這些議程 就到這邊結束 謝謝大家 請大家再給 我們的 那下一節議程 又是回到 bac的大部長的議程 謝謝